嗨我是Sunday Studio的導演Ben 今天呢我們來講一下 怎麼樣買器材是最划算最保值的 那我覺得買器材它是一個理性和感性的拉扯 當然就是你又需要 所以這個就不用沒有什麼好講就是 攝影機是如果你需要你當然要買 就是身為一個你是接案的人 或是你是開公司就是 沒有一個自己的攝影器材也是蠻奇怪的 所以你最少會需要有一個攝影 有一個鏡段有個機器有個鏡頭有個腳架 是最最最基本的 當然如果有能力的話 當然就是你想怎麼買怎麼賣 但一般人就是我們必須要理性的去思考 參雜一點點感性 那感性就是你有自己喜歡的品牌 或是說就算我不是這麼需要但是還是想買 但是我們還是有一些準則 然後讓你買的時候比較未來比較保值 就是你賣掉的時候還可以回奔一點點 好那有幾個大貫者 那我個人認為就是其實就是看你的工作需求 就是你工作需要你就買 那但是也要看你工作的需要的平 平凡程度 平率 像我們公司就是幾乎每個月 都拍五六次最少五六次大概 大概啦 但我們會用到非常多的器材 所以我們是不得不一定要買 我們這些常用到的東西 不然一直去租很麻煩 那所以就工作需要就買 那要買呢 我是個人認為要買就買原廠 尤其是像電磁類的東西 那我個人是喜歡原廠的東西啦 就是 就是我是覺得品質有保障 雖然有時候原廠會坑你錢 可能會貴個一兩倍兩三倍 但是就是 就是在危機的時候 它真的是會救你很多次這樣 那我個人認為就是 高階的東西你就可以買水貨 就是一般人會覺得 是要買那個公司後的問題 但我覺得是水貨就可以 因為高階的東西啊 其實你買水貨差價很大 然後另外就是高階的東西 它比較不容易壞 就我目前就是 這十一 有十年了嗎 但是這個工作這麼久以來 就是高階的東西通常都沒有在壞 壞的都是那些比較下面的東西 就是比較低階一點的東西 對然後 所以在另外來說就是 低階的東西就可以買 買公司貨了 因為它可能容易比較容易壞啦 這是一點 那另外一點就是它的差價可能比較小 因為它可能就是 公司貨它水貨的價格 可能只差了幾千塊 所以 所以就是低階一點可以買公司貨 好那再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什麼東西要買新的 什麼東西要買舊的 那當然就是你用預算考量的話 當然是以預算考量為主 但如果你還可以的話 我會覺得 就算是我有錢 我的鏡頭我也喜歡買二手 因為它很報紙 然後又根本就是新的和舊的 對我來說根本沒有差 就是通常有些就是保養 保養狂的都是保養人很好 跟新的一樣 所以鏡頭來說就是 它可以用非常非常久 所以根本沒差 那腳架的話我就會考慮一下 腳架我也常買二手的 但就是 因為腳架也是可以用個 一次買來可以用個 五年十年都可以 所以我也會買二手的 所以就是其實保值的東西 你都可以買二手的 因為它很保值 不太會壞 好 那再來就是什麼東西 是我最後會買的 其實我之前有買過那種 遮光斗啊 還有什麼 追焦器 那種手動追焦器 那公司有遮光斗 做的遮光斗 我賣掉過 應該賣掉了 那就是 現在其實我們還沒需要了 但是我們有時候 工作上還是需要抖來上鏡片 但是我以前買的時候 這個完全不需要 完全就是裝備用 一點用都沒有 然後又重又大 然後搞亂七八糟 就是 它是個廢物 這樣就滿是 對 然後追焦器也是 就是在那個時候 其實就是你符不符合你需要 因為在那時候 就是不需要這些東西 都是都是浪費錢的 然後當時我也都是買一些 而且比較富 就是那個品牌比較少見 所以當然它二手價也蠻爛的 另外一個後悔就是 腳架買得不夠好 就是在一開始結案的時候 買了上面的 Libbeck 是Libbeck嗎 反正是一個日本牌子的 650 它當時可能只要四五千塊 三四千塊之類的 但當時對我們來說 就已經是一個 我覺得還不錯的腳架了 還可以啦 就是 但 那是以前 但是我會覺得 腳架如果你有一點預算 你可以衝高一點 就是比起 比起其他的配件 我覺得腳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你可以買到一兩萬 就是最少一兩萬都 我都覺得是很划算 像Sachet也有出 基本款的 可能是兩萬塊左右 但它蠻保值的 就是我常常看二手市場看到 可能賣可以賣到一萬五一萬六 它的二手架 我們公司其實有三四個腳架吧 我是覺得我買的都蠻不錯的 就是覺得 對 耐用好用 應該保值吧 我就不在乎它保不保值 因為我覺得它就可以一直用下去這樣子 好 那最不後悔的就是買腳架 所有東西裡面最最最最不後悔就是腳架 鏡頭有時候還是會買有點後悔 就是偶爾會有點後悔 像之前有買的那一組 不是蔡司的那個什麼 那個Melvis 稍微有點後悔了 但是真的真的 就是還是可以用 就是 對它還是 但因為就是 我是覺得有重複性啦 因為我對我們公司來說它有重複性 那登具其實我們也 我這邊也是經歷過 一段太幻期 因為其實登具在以前就是 Apture或是南光 就是還沒有這麼的成熟 所以以前就是各方爭霸嘛 就是各家真組啦 在角組 所以其實當時也是買 以前我喜歡立帥這個牌子就是 但是現在它可能沒有 品牌沒有做起來 它其實也不保值 所以 所以現在其實還在用啊 就是登具也是可以用 剛剛講過還在用 可是這是後期的啦 就是我已經 登具有可能太幻了三四代 就是 最一開始當然很爛 很爛的就是不值錢 而且登具也是有太幻性的 那像個人我認為啦 像Apture就是 1200那個 1200大台那個嘛 它應該就比較保值 它是屬於稍微高階一點 然後實用性很強 然後專技性很強 它就比較保值 那我是覺得Apture都蠻保值的 就是買高階一點都保值 就這樣 所以登具我是建議 買好一點 不然就去租好 對啊 不然買不好 反而拍的時候 反而拍得更差這樣子 OK那這集就到這邊 掰掰